那我们朋友来讲 它不是一个交入工具而已 它是他们挑战 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起点 博尚龙头向前旋转 轻轻松松就将轮胎带动起来 身杖手摇车2.0 整合智慧化的电动调整辅助系统 更搭载后方来车感测雷达 提升骑程安全性 经济部产业技术司 于2024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 设立解密科技宝藏专区 汇集工研院金属中心车辆中心 等十个研发法人成果 邀请民众体验创新科技 全新AI光达技术结合传统雷射 不只侦测更快速也更加精准 未来国产化降低成本 也将更广泛应用在生活当中 现在还有指甲大小的晶片 将AI科技浓缩其中 放入空拍机后 就化身AI智能无人机 技术越发成熟 更可以期待将来会有 更多产品AI智能化 那透过这些创新的科技 希望能够带动国内产业的 这个升级转型 百项的这个技术里头 挑选了64项技术来参展 包含的领域有 AI 半导体 智慧制造 永续发展 智慧医疗跟纺织 台湾全力推动科技产业发展 成果也享誉国际 经济部也期许参展民众 都能在过程中找到乐趣 为智能未来展开新局面 明星文成员 真理期台北报道